前几天,网上一直热乱维德跟新疆男篮,一直传言CBA的新疆男篮,正在和NBA剧新闻的接触的消息,新疆男篮球迷们希望维德新赛季能在CBA效力。 但是网上的这一传言,昨天被浙江州州银行篮球俱乐部经理否定,浙江州州银行篮球俱乐部经理接受采访时,说道,新疆对事实上根本没有报价,这是我们根据中方经纪人和美方经纪人对位的进行的报价,除了这个以外这位总经理还说明,三年的合同2500,这是水钱。 他还说道,维德在中国的影响力以及维德他的个人能力,肯定值得这个价,目前就等维德怎么选择了。 根据最新消息称,昨天晚上NBA明星维德跟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团队一起探讨了这件事情,美国方面还有咨询了如果在中国打球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,紧接着美国团队将要和维德自己讨论要不要接受这将提出的价钱。 维德团队方面给出回应,说,或这两天内给出答案,当然很多人觉得维德的首要选择还是NBA,因为他的家在那里。 实际上在维德参加中国型活动之前,热国队一方就已经很多次联系维德,他们也想听听维德的未来怎么发展。 但是维德想在中国型以后,再对此事情做出讨论,所以这件事情也就暂时割下了,目前来看热货方面有点压力了。 还有就是维德的老伙计塔斯冷姆,在最新采访中也表示,他不建议来CBA,打球。